第四季节目 咪咪姐 我们小组这个季度任务已经完成了 下个季度是周经理和Maggie负责 Maggie 你介绍一下下个季度的情况 咪咪姐 我上个洗手间坏肚子了 你跟我来这一套 跟我来这一套 对啊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你想请我看电影就直说嘛 用不着这样拐弯抹早了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装什么蒜啊你 我装什么蒜啊 大小姐 昨天我跟你吃火活 现在我肚子还痛呢 活该 谁让你把那些菜全部给吃了 大小姐 你点了那么多的菜我不吃浪浪费 我不管啊 反正这个还给你 我昨天让你请我 是因为你把本小姐的衣服里弄当了 你这算是怎么回事啊 我告诉你啊 本小姐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姐姐卡 这个票真不是我送给你的 真不是你给的 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还得开会呢 好 好呀 这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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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 有时间吗 有你个鬼啊 你不会告诉我 这又是你新买的车吧 怎么样 不错吧 哎呀 太奢侈了 我已经想了它好久了 就是一直舍不得买 就等这次升职 买给自己当礼物的 你呀 想给自己买一样东西 总可以找到最合适的理由 行了行了 快想想一会去吃什么 你呢 负责想吃什么 我负责请客 哦 累了 等一下审排会晚点过来 男人呢 就是这么不靠谱 上车 看看我再看看你 人家都说同人不同命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什么意思啊 我不就买辆车嘛 你可是连房子都买了 那可真不一样 我买房子那是受刑事所逼 你买这车啊 完全就是属于奢侈行为 我看你买房就是被自己所逼 哎 你要是真记得我的话 赶紧让你家审排 给你买一辆去啊 哎 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男人的问题 而是命女问题 你看 你是我是妹吧 那会儿刚进大学的时候 你看你多清纯啊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你那意思就是我现在特封城 是不是 我可不是这意思啊 我还记得 那会儿啊 我们俩经常在一块讨论 到底谁会先嫁出去 哎呀 想当初大学舞会那会儿 咱俩多牛叉啊 一般男生 咱根本就不惜得看 我还记得那会儿啊 要是身高低于一米七五的男孩 我们都在那根号三 哎呀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 所以说命运弄人啊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现在都已经跟我是平级了 你在你公司呢 也就两三年的时间 就可以算上是元老级的了 哪像我啊 像个老黄牛似的 拼死拼活拼了七八年 也就混到现在这么直 我们那是什么公司啊 跟你们MPL根本没法比 你要来我们公司啊 肯定比我生的还快 还有啊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已经结婚了 结婚有什么好的 当然啦 结婚和生子 这可是女人生殖的 两大蓝路虎 你呢 已经提前pass了一个 所以呢 你只要再还好地 拟命运人生了孩子 照这形式发展下去啊 我过几年 可真是没脸再见的哦 哎 到时候可得赏口饭吃啊 瞧你这小样 我跟你说啊 我才不生孩子呢 我还要再过几年 自由自在的日子 倒是你 赶紧抓紧了啊 一会儿我看见你家审培啊 我非得跟他好好说说 赶紧把你给娶回去 要不然这样 你早晚会成老孕妇 哎 行了吧你 千万别 要是人家当场拒绝怎么办 可得给我留点面子 我说你家审培 什么时候来的 要不然咱俩找个地方 先逛一逛吧 走 知道啦 好 先这样吧 好 妈 拜拜 阿姨打过来吧 嗯 看你恩阿了半天 说什么了 还能有什么 还不是老一套 就是问我什么时候 带沈培回家啊 这也是应该的 可是你也知道 我妈这个人的个性 我要是真把沈培给带回去 她一定进门就问 哎 有东西要存款呀 几套房子 打算什么时候 把我们家的台门 不用地取回去啊 我只要一想到她问这些的时候 我就老头 我觉得阿姨问这些也没有错啊 公平地说 那沈培要是没打算结婚的话 你还真这么跟她耗下去啊 哎 沈培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们聊没聊过这事 问你话呢 怎么一说正事你就不吭声了 没聊过 那你们这也不说 那也不说 你们在一起到底聊什么啊 你可不能被你们现在爱的 死去活来的假象给围惑了 你要知道 热情一退 男人呼呼衣袖就能走了 到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还不哭死啊 哎呀 我也想提 可是每一次 我想到如果我这样一问的话 我就会觉得在她面前显得特殊 死要面子活受罪 你可不能被她的文艺伴给骗了 那沈培她有没有社交恐惧症 还想不见父母 就把你给娶回去了 她不懂事 你还由着她的性子来 你也真是的 这件宝贝好精致啊 我的心都背到八里去了 小姐 欢迎光临艾对专卖店 请问是看分件的还是视频 可惜我结婚了 要不然我一定把那个香蟹之吻 送去买上来 谢谢您的肯定 其实我们香蟹之吻 除了婚件以外 还有耳坠和首饰也是非常适合理的 来 您看看这款 您看看 我们的香蟹之吻的饰品呢 不但沿袭了阿菲尔铁塔的设计 更从另一种独特的角度 传承了阿菲尔铁塔的爱情意义 好美啊 就这个吧 你帮我包起来 等一下 这个 你帮我把那个香蟹之吻的段剑给她试一下 好的 不用了 谢谢我不用使 我说你怎么这样啊 又没结婚 男人喜欢不拎不拎的女人 所以女人就要爱打扮了 你这是什么怪理论 还有一句 女人呢喜欢甜言蜜语 所以男人会习惯说谎 你要防她点沈培啊 我帮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好姐妹文小慧 这位呢就是沈培 你好 你好 不是说服晚一点吗 不是说男人最喜欢撒谎 小姐 您的东西 我支持您的牌 谢谢啊 走了 走啊 欢迎下次光临 谢谢 好 点菜 今天我请客 您自己点吧 我们吃什么都可以 那我做主了 有没有什么忌口啊 没有 橡拔爆 酱爆 东兴斑 清蒸 澳洲龙虾想怎么吃啊 点点素菜吧 沈培他喜欢吃素的 没事的 我无所谓 那等我点完的 那就要刺身吧 然后六只生鲍鱼 再来一个白州芥兰 谢谢 谢谢 要不要喝点酒啊 今天 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今天是小慧生枝 恭喜你啊 谭斌他经常跟我提起你 他呀 一定经常说我坏话 是吧 当然 我一直跟沈培说 你总是乱花钱 你看就这点功夫 你已经买这么多了 这还多啊 哎 谭斌 你不是没跟我逛过街吧 沈培 要我说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女人是要宠的 谭斌想要买什么 你就应该让他去买 我没有说不让他去买 不是你让不让他去买 而是你要主动买给他 惊喜 你懂吗 谭斌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喂 贝比 哦 我跟谭斌吃饭呢 你干嘛呢 要跟你那些哥们嗨着呢吧 那你 注意身体啊 更重要的是 注意安全哦 行 我也想你 拜拜 她经常跟她老公这样开玩笑的 谁开玩笑了 我可没开玩笑 这男人天性就好玩 你不能总看着他 偶尔呢 给他一点自由 让他去放冒风 所以现在坐在我面前呢 是爱情理论专家文小会 对吗 别打岔啊 其实呢 仔细想想 男人出轨的原因 无外乎就那么几个 嫌跟你久了没有激情 嫌你不够主动 嫌你不够讨好 嫌你打扮不够潮 嫌你说话不够嗲 嫌你床上不够骚 哎 沈培啊我问你 如果真的有一个又骚又嗲 又主动又暴露的女人 给你当老婆 你要不要 这个假设不成立 我不想回答 是谭斌在你不敢讲吧 沈培 你真够幸运的了 能找到谭斌这样一个 又有气质又有品味的女朋友 你打算什么时候 把她给娶回去啊 小慧呢她就是这样 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 你别介意啊 我没有介意 只是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 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境 当然认不认同是我自己的使命 我觉得两个人 如果真的相爱的话 结不结婚只是个行事 我懂你的意思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考虑一下 父母的感受 你 是不是很想让我见一下你的父母 没关系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呢 也不用勉强吧 我没有勉强 我没有勉强 为了你 我什么都不做 真的吗 你看我也真是够没出息的 一见你拉脸就心惊若挑的 让我想一下 想一下要跟你父母买什么礼物 然后去见他们好不好 来 周阳 一顿火锅就把你给吃垮了 你这身子不行啊 太虚了吧 一看就是平时缺乏锻炼 你都病成这样了 怎么不请假 在家多休息休息啊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呢 把工作当玩了 像我这样的人 哪有时间请假 这个给你的 什么 特效药 我吃过药了 不用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意思呀 只不过就是同事之间送的药 你干嘛呀 当做搞地下工作呢 本小姐第一次给人送药 你还不给我面子怎么着 你是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啊 忙去吧 你 周阳 我给你的特效药没效果啊 你肚子还不舒服 你能不能小声点 我肚子好了 谢谢你的药啊 那就好 那你今天下班在楼下等我 我请你吃饭 还吃 算了 我肚子经不起这么折腾了啊 那天吃完饭 你家沈培有没有说我什么啊 没什么反应 不过那天我倒是被你吓着了 我故意的 你没看出来啊 难怪我还在想 那天你怎么会那么反常 你不愿意做坏人 那就由我来呗 帮你问了那么多问题 再说了 要是没有我的世俗 怎么能显示出你的高雅呢 不过那天你那招还确实挺有用的 那天回去沈培她就跟我说 只要她想好送我爸妈什么礼物之后 就去我家 恭喜你啊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啊 今天我买单吧 没诚意 你说像你家沈培这种文艺青年 是不是什么都不在乎啊 又或者说除了她自己 不在乎别人 亲爱的 你看 你喜欢的类型 都是那种身家清白 温文尔雅 却有什么心事 都放在心底的闷嫂男人 沈培她不一样 我跟她在一起 确实会觉得很清楚 而且她不会对我有什么要求 不会给对方任何的压力 最主要的是 她不会跟你玩生气 好 你开心就好了 一会儿跟她打错 我要去跟她看电影 要不一会儿 算了 我可不打扰你们二人事件了 我想 可能是我没看过 我没觉得有什么好笑 你理解她们两个人吗 特别是 那个男的 突然放屁的时候 有那么好笑吗 看这种片子呢 你只要坐在里面笑两个小时 就够了 你可不能总是站在艺术家的欣赏角度 去看这些 有时候呢 你还是要跟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一起多接触接触的 也有道理 那 你带父亲去哪儿 你还有什么安排 先去吃晚饭 吃完了以后 带你去看电影 可是我今天觉得有点儿累 想要再回去休息 那好 我们回家吧 嗯 怎么了 嗯 我妈要我现在回去吃饭 要不 你跟我一块回去吧 下次吧 下次我一定陪你回去 好吧 看来她又要唠叨我了 回去吧 比比 嗯 来 喝碗洋生汤 咱们就吃饭啊 喝碗养生汤 咱们就吃饭啊 哎 对了 你爸爸同是老李的儿子明天结婚 咱们一起喝喜酒 我不去 行 不去就不去 省得他们问来问去的很烦 哎呀 人家不会问的 怎么不会问呢 你没看见老李每次看见我眼神 你这女儿好像根本加不出去那样 他自己儿子都三十好几了吧 三十有四 你看看 你看看 男人和女人还就是不一样 男人年纪越大越强熟 女人年纪越大二了十五以后他就不吃香了 嗯 妈 我啊 前几天逛街的时候呢 给你买了这个保养品 你看 花这个钱干嘛 妈这个年纪 什么厚厚厚厚厚呀 当然有所谓了 我给你买的这些啊 都是抗皱精华 保证你用完之后 越来越年轻 你要妈年轻十岁啊 有办法呀 你要妈年轻十岁 那你就赶紧结婚生娃娃 你看看你妈 什么事情啊 都能照到这个上面去 Cherry怎么还没来啊 再等一下吧 我等不了了 下午约了很重要的客户见面 不等了 开始 好 大家打开你手机 你借一下 不好意思各位 临时约了客户迟到了 我手头上呢 还有几个大的项目 如果顺利呢 我相信这个季度呢 业绩会达到两位数的增长 好 Cherry 我们正在进行讨论 你负责的几个地区情况 跟他们说一说 好的 现在在我手上 上海地区的销售业绩 跟上个月差不多 主要是 你照我手头资料看 好像是少了三个百分点 上海地区的业绩 一直是比较稳定的 升降控制在百分之五之内 都属于正常的范围 而我们公司 东方区的大部分 重要客户 都是集中在上海 这和其他有大幅度 上升空间的城市来说 是不一样的 从表面上看 业绩的提升速度 一定是你做的比较漂亮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 上海还是占 东方区的主导地位 年纪小 果然胆子也小 要是无法拓展业务 要我们这些销售干嘛 所以我现在已经在跟进 中盛集团那个项目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本季度一定会有 大幅度的提高 切瑞 那中盛集团那边怎么样 今天我约了王总 但是他临时有事情 所以 原来你没约到王总了 那还让我们等那么久 瑞 对于中盛集团这个案子 我有点我的想法 那好 你说 我听说他们今年 要在华东六省一市 做大幅度扩展 大家也都知道 他们这个大案子 跟进的不准MPO一家公司 还有其他公司 比如说像惠城 其实也注意得非常紧 不过好消息是 王总已经答应 今天下午跟我见面了 但是中盛集团 是被死在上海的 一直是我们在跟进的 Sorry Cherry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只是怕 你万一拿不下这个案子 会对公司造成损失 所以我运用了一点 我私人的资源 约到了王总 其实我也是在帮你 而且是为了公司的 整体利益考量 不过你放心 如果我真的签到这单 我不介意把我的业绩分给你 谢谢 不用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散归 Cherry 喂 我约到了王总 你不会不高兴吧 这只能证明是我没有本事 迷你姐的手段很高明 变谦虚了 没有竞争哪有动力的 对吧 谢谢迷你姐 以后这种事会很多 你要提高警惕 谢谢你的提醒 迷你 你来一下 进来 进来 找我什么事 关于杰斯卡申请调职一事 我想跟你说一声 我已经同意了 既然已经决定了 我当然没有意见 对了 周里有事吗 干什么 我有两张歌曲票 记得以前你很爱听 要不要一起去 周六我约了客户 去谈一些事情 所以我没空 好 先出去了 来 这个迷你 扎希卡 恭喜你啊 调职申请竟然给批准了 你很快会收到 电邮通知的 主要得多谢迷你姐 你对我高抬贵手 没想到对市场部 这么感兴趣 不过市场部 绝非你想象这么简单 不过我猜你去了那儿 也是复印复印文件 充充咖啡之类的 应该难不倒你 对了 谭兵 这种人才 你怎么不接受到你这儿来啊 反正也缺人手 估计能派上点用场 杰斯卡我相信 她一定会有自己的工作规划 所以我尊重她的选择 是啊 主要我是想换一个新的环境 还得多谢秘密姐 一直以来对我的关照 好 处处茅庐嘛 多跑跑新地方 也不是什么坏处 不过您可得长点心眼 因为不是每个领导 都像我这么好说话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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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差不多吧 回来了 来了 这位不用接手了吧 哈喽 特尼 干啥搞得那么正式的接手 走走走走走 今天没别人 就咱们仨子 快走快走 是 老大 来 坐吧 路上堵车吗 还好 这位 这位 好长 你这个周八批的形象 也很真有意思 还能见到你很紧张 今天你们两位 怎么会坐在一起 老鱼呢 他是我大学时期的好朋友 这次来到NPL 其实 也算是抢了他的饭碗 一直 没有时间好好给他赔罪 所以今天 请他吃饭就一起来 不敢当不敢当 此时这东西能在我前面 反面 你知道是谁 帮我争取到慧城的够份了吧 对啊 要不是老程这趟雪中送炭 我和我老婆 已经流入我街头 很惨 不要说这些 上菜吧 服务员 不好意思啊 没事 卡丽 你可不知道 老程在学校的时候就是风云 那个叫什么 校草 校草 你别胡说了 行不行 哪有胡说啊 他走的一直都是冷面王子路线 人长得帅 人长得帅 学习程序又好 家庭环境也好 所有的女生都给他写情绪 但是人家不计女色啊 所有的情绪都拿给我 我每次都白新婚 对吧 老于你也不差啊 你跟你老婆都结婚了 而我呢 到现在还是自己一个人 我这个人呢 没有什么勇童 就是职主 对老婆也是 对工作也是 我研究生一毕业 我就进了MPL公司 每天十几个小时 超复合的工作 所以啊 不能把公司当家 你付出体力 他付你薪水 互相看不顺眼一拍两三 就这么简单 来 为我们逝去的青春 卢瑜 你不要喝了 来一会儿喝多了 回家老婆该不高兴了 老师 时间不早 那你们妾身后 再回去陪我老婆 我给你 我送你吧 不用送 不用送 你们接着聊 我先走啊 小心啊 拜 拜 走 要不要再喝一杯 没酒了吧 那我们换一家喝好吗 好 我先走 我先走 你 都准备了 我来 我先走 我先走 我们可以走 我先走 我先走 你 我先走 我先走 吃 我先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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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的原則 我根本就不会用这种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你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没有疑问吗 说实话有疑点 你不想知道真相吗 我真的没看错 谢谢 对 对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下 你知道我来NPL不是很久 NPL上上下下无数的眼睛都在看着我 其实我还有一个机会 其实我还有一个机会 也可以说我是独自 我想你做我的盘味 你同事比朋友还近的地方 你愿意吗 我想你应该知道 我想你应该知道 在工作上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偶像 能够得到你的邀请 我很荣幸 我一定会努力去做好 但是这个计划 一定要往 那当然 我能问一下具体需要做什么呢 好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去了解一下 医学会的一些情况 要提前做好订阅 因为可能是一场第一场 可是如果没有具体的工作安排 我怕可能还得下去 现在不用给具体的打压 具体的东西 我定下来之后 再告诉你 对 陈瑞 谢谢你啊 怎么了 我已经收到邮件了 HR正式通知我 我过几天都要被调往市场部了 专门负责益讯网的业务 不客气 可能以后我还会请你帮忙 没问题 你要是有任何需要尽管开口 那你先忙吧 我不打扰你工作了 谢谢 王总 你好 又回来了 各位不好意思啊 我公司明是有点事情 所以耽误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位美女 就是MTI的 东方区的销售总监 韩斌 各位好 这是我的明天 请多关照 您好 您好 小泰啊 不过怎么说啊 你也算是道的 要不 先一封一封 没问题 是我应该的 来 我先自罚三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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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好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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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喝大了 喝小灯ak花灯开心 好 喝小灯客气 over you 謝謝各位 好 謝謝啊 謝謝 小湯 沒事吧 沒事 不用我們走 不用走 我家就在前面 久兩步就到了 我練習 等一下 來 謝謝 您請 再見啊 再見 再見 王總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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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瑞 你沒事吧 嗯 上車 真的是你啊 來 嗯 好 媽媽 媽媽 蜜蜜啊 怎麼了 喝酒了 沒有 沒事 哎呦 你還說沒事 你到底在哪呢 什麼 你趕緊回來呀 媽媽去接你 不用不用不用 我馬上到家了 一會兒見就這樣 拜拜 麻煩你送我去我媽家 你怎麼了 我看到你去一趟的郵件了 我沒事 喝成這個樣子 還說自己沒事 送給我家吧 謝謝啊 剛才跟你一起吃飯吧 是不是中盛集團的 王總 你也是 如果能喝酒別喝 我知道你很想簽一下這個單子 但是我覺得應該有人過來陪著你 要是出事了多危險 你知道對不對 是 對 我應該會不會